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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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 我youtube上 看到很多 韩国人评论 韩式炸技 但是我没看过 便利商店的韩式炸技 评论 可是我觉得 便利商店的炸技 比较容易买 比较便宜 你住在哪里没干系 可以买得到 所以今天我 准备 三家便利商店的韩式炸技 最大的便利商店有四个 一个 Family Mart 7-11 我也去那个 海蓝中文 萊尔布 萊尔布 可是我们去那里的时候 没看到韩式炸技 所以我们 只有准备三种 我要实际测量重量 80 92 92 因为这个袋子 带子 package 我认为 package 不太重 什么 第二个 是 Family Mart 105 克 116 然后 7 127 127 这个 最重 对 比较 这个 和我有评估韩式炸技的标准 我的标准是 外面酥脆 和里面一定要软软 很脆 可是我吃炸技的时候 我不要知道我吃什么 所以今天我的老公帮我 加热 加热 蒙车 加热 蒙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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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开始做蒙车 所以老公帮我 好 好 哇哇哇哇 我从来没有试过 我最喜欢的是 这个 这个比较像韩国的 看起来 辣的味道比较重 看起来 比较淡 先试试看这个 这个 这个不行 因为 鸡肉的味道太重 不太好 可是里面软软可以 老公 谢谢您 Canada Dry 再来 再来 啊 第二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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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面粉 面粉比较厚 吃起来 还是炸鸡饼干的味道 我刚刚说 看起来 辣的味道比较重 是真的 辣椒粉 辣 比较多 我真的做个辣辣 和 三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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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 不错 可是 因为鸡肉的味道 我不能想到 因为鸡肉的味道 我不能想到 我要看哪一个 是最脆的 可是 用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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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第一 对我第一 第二 第三 可是 第一个 也在 调味太淡 对啊 辣公给我 答案 第一个是哪一家 Family Mark 哦 Family Mark 哦 这个是7 嗯 哦 第三个 OK 哦 OK Not OK 我辣公 试试看 颜色比较淡 嗯 芝麻 比较少 嗯 嗯 調味的酱没有太少了 嗯 肉是嫩的 有 有带一点 嗯 这个 鸡肉味道比较重 但是 嗯 这个比较干一点 嗯 这个肉比较干 这个比较軟 嗯 这个应该用的 用的部位不一样吧 哦 哦 调味都吃起来不像韩国的 哦 它辣椒 韩国辣椒粉 加的比较多 嗯 所以颜色才是这样子 对啊 里面 肉也还可以 嗯 面粉比较厚一点 嗯 这个辣椒粉再放少一点 就比较好 对啊 然后这个 一点 肉比较好 嗯 要推荐哪一个 对啊 很难决定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会解这个 因为 调味 最像啊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 这个 和这个 调味 很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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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我可以说这个比较特别 真正 老实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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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实说三个 不像韩国的 是不是 哦 所以我不能说 哦 这个真的好吃 哦 这个很像韩国的 我不能说 对啊 我的宝贝一直哭 如果你真的 喜欢吃很像韩国的炸鸡 我推荐吃BBQ 有奶奶 鲜炸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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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这种比较 微波方便 微波方便 所以 可以 你要随便吃的时候 可以买 啊 下次 我要给你们 台中最好吃的牛肉 韩饭 拍 OK 所以等我 呀 拜拜 嗯 骨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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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外面 一定要脆脆 里面有 对 然后 对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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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